美國國會負責削減債務的特別委員會的議員 預計在星期一將會宣布 他們未能達成削減1.2萬億美元聯邦赤字的協議 這個所謂超級委員會批准方案的最後期限是星期三 但是想要在星期三批准方案 在星期一晚上之前就必須實際上達成協議 他是委員會12名的成員當中 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各佔一半 他們星期日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相互指責對方說無法就是否以及如何削減社會福利項目 和提高稅收問題上達成共識